当小妖再一次主动踏入妖界,心情很复杂,她最不希望看到的是香柳,可心里隐隐约约那点期盼,根本控制不了。 枪炫指挥大军在妖界城门前停下,要求妖王香柳将轩辕苍穹交出来,他们便不打扰妖界安宁,否则这一场仗在所难免。 先站在城门上的是一百虎妖,她的目的很显然是劝反枪炫,告诉她这里没有轩辕苍穹的踪迹,要解决内部矛盾,请回轩辕国自己解决,不要让人看笑话。 小妖此时很想相信,妖族确实和轩辕苍穹扯不上瓜葛,可是她更相信枪炫的能力,枪炫查出来轩辕苍穹藏身这里,消息便不会有误。 第二天潜入妖界的探子,在主城抓到了一个他们神族,在别人街上乱晃的士兵,那士兵乔剑真的是太子殿下,当场下的腿软,扑通一声朝枪炫跪了下来,求他绕过他。 他声称自己是清河部的士兵,将军带着他们投靠了轩辕苍穹,他没办法。 枪炫先倒不是计较小兵的身份,只是想测试一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 现在看起来反倒软得很,就好办了。 我要你明天当众承认,轩辕苍穹被妖族藏在城内,明白吗? 小兵点点头,恨不得枪炫让他做什么便做什么。 第二天,在神族士兵的一再叫嚣下,妖界城楼上果然来了人,小妖抬眼看过去,正是香柳身边的贴身侍卫里想想。 枪炫便将那抓住的士兵拎了出来,士兵按照答应枪炫的话,指认轩辕苍穹在城内。 但李想想拒不承认,这是从他们主城抓到的士兵。 接着,枪炫从容不迫的命令,华农从后面又带出一个蝴蝶精, 那蝴蝶精见着李想想,立刻承认自己的身份,是在城内卖香水的商贩,那士兵正在他店内买了香水,说是带回去给自己的媳妇。 李想想从未见过这么坑自己人的子民,真的很不想承认他属于妖界。 枪炫道,你若是不认,我便将蝴蝶精的父母以及他们的亲戚都抓来,再一个个带到你们面前。 你们若还是这样冷漠,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,多少是会含了百姓的心的君州名水。 你倒是会玩弄心术。 李想想身后,一道清冷威严的声音插进来,小妖的目光一瞬被吸引,看清来人白衣白发,念孔俊美到妖艺, 一身风姿傲然独立,仿佛辟泥众生,又仿佛不在红尘之内,不是像柳又是谁。 相柳也一眼看穿,这蝴蝶精是被喂了毒药,她只淡淡地笑了笑,便承认了她的确将轩辕苍穹,藏匿在妖界的事实。 但那又如何,我们妖界并不怕你们神族,并且也对你们轩辕很有兴趣。 相柳,你好大的口气,不要以为和我二弟联合,便能和轩辕抗衡一二,减手式皮肤汉术。 枪炫放狠话的技术,在小妖看来也是一流的。 果然见香柳被激怒,将妖童都显了出来,对枪炫露出尖锐的獠牙,又也有狂妄到,拭目以待。 小妖在城下默默地看着她,她见过她的冷漠、温柔、热情, 唯独没见过她真正征战时的张扬,心不受控制地乱跳了几下,但立刻又平住呼吸,生怕被香柳发现。 虽然她现在置身十几万大军中,本身便是一完全不起眼的小士兵。 香柳的视线扫下来的时候,小妖还是紧张到窒息,当她发现香柳的视线, 一手停留在她身旁一处的时候,更是心惊不及,甚至觉得她几惊发现了她, 且枪炫也顺着她的目光,朝她这边看过来了。 但香柳舒尔将视线又移开了,那漠然的样子, 好像她刚才只是随意地想看哪里便看哪里一样。 小妖顿时在心里松了口气,可又有一处不受控制地起了失落感。 虽然她知道这本不应该。 香柳离开城楼后,枪炫指挥着士兵暂时撤回大本营,等待迎战。 果然香柳说到做到,晚上便差事者送来战书, 藤离大呼一声畅快,原因是还从未跟妖族交手, 希望能领教到有意思的事情。 枪炫看藤离如此好战的样子,摇摇头,但目光是欣赏的, 因为她并不是一头热的将领, 而是头脑清晰,听指挥,打胜仗的将军。 小妖和那些士兵一样,第二天凌晨便被叫醒,起身准备。 她心中原还有些困意,但在看到自己怀里抱着的武器, 在想想即将面对的是谁时,困意便瞬间消失了。 她和香柳中曲曲折折,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,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与凄凉感, 从她的心头浮起来,但她很坚定地知道是要站在哪一边的。 香柳,不知道你此时此刻,是不是正在讨厌着我呢? 小妖这么想着,精神百倍地站了起来,又再次想, 若真的不能圆满,便彼此拼尽全力,也是另一种成全吧。 香柳指挥着大军,城门前迎敌,香柳同时带着妖界大军, 从城中出来,和香柳对上后,紧张之势蔓延开来。 腾离和李翔想从各自的坐骑上飞起来, 比拼几回合后,又落回坐骑,双方心里好像都有了些底。 就在这时,士兵吹响了冲锋号角。 香柳稳坐指挥台,从容不迫地命令士兵摆出阵型, 香柳冷笑一声, 手接带领自己的妖界大军,冲进枪楦布置的阵型, 便是一阵激烈的碰撞。 腾离和香柳对上后,没讨得好,被他从马上击落, 香柳瞧不上腾离后,便手奔指挥台上的枪楦而去。 枪楦此时被士兵的盾甲保护着, 可香柳的气势太足,吸引了小妖的注意, 便见他找了个安全的地方,将弓箭对准了香柳。 另一边向柳飞声冲着枪楦而去, 所到之处,士兵们尽数被击飞, 就连枪楦身边的盾位,身体因为强大的灵力冲击, 全都摇摇欲坠。 小妖隐在暗处,牢牢地握住了手中的弓, 嘴唇被咬破,也丝毫不觉得疼痛, 仿佛只有这样,才能使他的心, 始终坚定如一地,只想在一处。 便见着香柳几经浸在枪楦面前, 枪楦拿出了剑,和香柳对上, 香柳冷酷一笑,一掌将枪楦击飞。 进化了的蛟龙, 对付一个修为并不顶尖的神族, 根本不在话下。 小妖此时浑身紧绷, 手中的剑,蓄势待发, 剑上几斤脆了药。 她眼见着, 枪楦被香柳几飞倒地之后, 又艰难地爬了起来, 而她身边的侍卫华农, 以及藤梨,都被妖族缠着, 根本没有办法顾及枪楦。 其他神族士兵上前, 小妖救枪楦, 全部被向柳一抬手, 便机倒在地, 好似不费吹灰之力一般。 小妖知道, 真的到了, 她必须要做决断的时候了。 她眼含悲痛, 目光却炽热无比, 催动浑身凌厉, 剑朝着香柳的方向, 如闪电般射过去, 果然被香柳拦住, 她的视线锐利地扫向来的方向, 小妖剑藏身之地被她发现, 却并不惧怕, 而是迎面朝着她, 神情释然。 而只见那原本被蓝停在半空的剑, 忽然被附在剑身的凌厉, 催成无数的剑雨, 包裹住香柳, 枪炫眼睛睁大, 瞅准时机, 趁香柳分身, 指挥士兵用阵法困住她。 香柳剑形势急转, 却不慌张, 她嘴角一瞥, 露出轻微嘲讽的样子, 被小妖看在眼里, 觉得香柳是在嘲笑她雕虫小技。 可香柳不知道, 这也不是小妖的后招, 她亲眼见着, 自己用灵力催动的剑雨, 被香柳的屏障再一次弹开, 可是她要的效果几经产生。 便见香柳忽然不受控制地显现出了妖童, 某里洪光大圣, 手上青筋爆出, 痛苦地嘶吼起来, 要将身体多余的灵力, 全部挥发出去。